有人说这你说的这是驾校乱象 咱稍微整齿整齿就好办了 即使你到最正规的驾校 你也不见得能把驾驶技术学好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这驾校说白了 都是英式教育 根本不是素质教育 车身边缘和后杆 也就是一号杆 它的距离闪开 大约有一圈左右距离的时候 这时候停车 二号杆到这个后挡峰的右脚的时候 这时候停车 然后呢咱们挂一挡 开始一挂 这个驾校它的目的是啥 本来是培养你有好的出色的驾驶技术 可是现在驾校 它的最终极目的就是让你通过考试 这样以考试为目的 它怎么可能不是英式教育呢 这段声音是杭州某驾校 一位女教练的上课录音 在教练的训斥之下 学员依然不敢吭声 无独有偶 去年柳州一男子就曾因为学车被教练责骂 不堪压力而爬上大桥与轻声 对于这样遭遇 很多网友纷纷表示大有同感 那么学开车真的有这么困难吗 事实上 很多驾校在教授学员开车时 往往都采取一系列规定动作 一库 正库 初库 进反库 都需记住一套步骤繁琐的口诀才能完成 而多数学员表示就算当时记住了 在实际驾驶中很少人能靠口诀开车 你看原来教规里头说你练十项 最后考四项 现在是练五项 考五项 那好 有的人就珍贵这些考项 包括移动 抗杆 是什么刹车油门离合器这些事 反正是考试考什么 我就教你什么 我教你这些办法都是针对考试的 只要考试能过去 我就教你这些 等剩下的 你比方说基本的机械原理 比方说这雨雪这种极端天气下 你怎么应付 在高的路上出了个小动物 你怎么办 就像这些在这个驾驶当中常见的一些问题 驾校基本不管的事 没教你这个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最后也造成了 你从驾校里培训出来的学员 有的时候上道 不大可能能对道路各种情况都弄得门清 有相当多的人驾校学完了 不敢上道 还得找陪练 还得简单的熟悉熟悉 也有很多的驾校除了 盲目上道 酿成车祸 截至2011年底 我国拥有驾驶执照的人数 已达到2.35亿 这个数字每年还在不断增加 越来越多的新手上路 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由于新手的判断能力不强 经验不足 一旦遭遇暴胎 极端天气等 特殊路况如果处理不当 他们就有可能成为最可怕的马路杀手 据统计 近2011年 驾铃在一年以下的新手肇事数量 就占同期事故总数的10.47% 2.47% 2.48%